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果真是人美身材好 一席墨绿色吊带裙 明媚动人又性感 身材不好的人 有多么讨厌吊带裙 身材好的人 就有多么喜欢穿吊带裙 好比迪丽热巴 每每出席活动或参加重大场合时 十次里就有七次穿吊带裙 难得的是 她的美身吊带裙造型 都充满时尚看点 这次 我们以迪丽热巴这身墨绿色吊带裙为例 看看有哪些时尚看点 迪丽热巴果真是人美身材好 一席墨绿色吊带裙亮相 明媚动人又性感 一 迪丽热巴墨绿色吊带裙时尚看点 看点一 运用丝绸面料 像吊带裙这种漏服面积较大的服装单品 很容易穿出低俗感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选择高级面料 借助高级面料的质感 提升吊带裙的档次 迪丽热巴这款墨绿色吊带裙 采用丝绸面料制成 这种面料堪称是最显高档面料 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触感 都给人一种十分贵气的感觉 在这种面料的衬托下 不管吊带裙漏服面积有多大 都不会显低俗 看点二 采用挂博式肩带 吊带裙想要穿的时髦阳气 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常规款 款式越另类 就越具时尚感 迪丽热巴这款墨绿色吊带裙的不同之处 是挂博式肩带 这种肩带从正面看 跟平常肩带无异 但从背面看 就十分惊艳了 它自带优压气息 既不显后被空洞 也再度提升吊带裙魅力指数 看点三 增添褶皱设计 跟其他裙装相比 吊带裙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层次感 而褶皱设计则能弥补这一不足 将它运用在吊带裙中 层次感一下子就有了 除此之外 褶皱设计还具有遮肉显瘦效果 在它的包裹下 只要身上坠肉布是很明显 基本上都能被褶皱设计隐藏起来 在迪丽热巴这身造型中 我们不仅看到以上三个时尚看点 也看到了迪丽热巴的时尚品位 确实高于普通人 如果你认可迪丽热巴的时尚 不妨继续看看它的其他吊带裙款式吧 2.迪丽热巴其他吊带裙造型分析 细肩带吊带裙 细肩带吊带裙的肩带设计 又细又不明显 不载细丑 根本看不出来 远看的话 跟抹胸吊带裙穿搭效果无益 肩部肌肤一览无余 虽然能秀出锁骨 相间 颈部身材优势 但也容不下一丝坠肉 所以 穿这种吊带裙的话 一定要对认清自己的身材 开插吊带裙 开插设计是吊带裙常用设计之一 它通常设计在裙摆大腿中部位置 一来可以遮挡大腿根部坠肉 二来可以展露出腿部线条 轻松穿出大长腿的既视感 更为重要的是 开插设计还自带性感魅力 为整体造型增添几分女人味 红色吊带裙 红色作为明亮度最高的颜色 在肤色方面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 只适合白肤色女生穿 并且也只有白肤色才能把红色穿出 映而不俗的魅力 因此 大家挑选红色吊带裙时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肤色 只要肤色够白 就没有驾驭不了的红色吊带裙 看了迪丽热巴这么多套吊带裙造型 大家有何感想呢 在我看来 迪丽热巴非常擅长穿吊带裙 他挑选的每一套吊带裙 都存在可圈可点之处 都有大家学习借鉴的地方 希望大家赏息迪丽热巴吊带裙时 也能掌握其中的穿搭技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